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点啊 叫加瓦病 首先呢 来看一个加瓦病这个概念 什么是加瓦病 首先啊 我们先分开一个加瓦 一个病 是吧 病呢 我们理解为这个主见的意思 实际上它的英文单词呢 就是这个豆的意思 是不是豆的意思啊 是吧 我一看起来 我还想什么叫加瓦豆 什么叫加瓦豆 对这东西就是加瓦豆的意思 你看啊 说这个什么酣豆 应该是这个豆吧 那个叫非常出名的搞笑的喜剧演员 酣豆 是吧 对不对 那个病是豆的意思 那咱们知道为什么理解为主见的呢 因为你看啊 他是通过这个来去给他描述的 应该豆就是伊利尔 是吧 比较伊利尔黄豆 这个黄豆已经是最基本的这个单位了 是吧 你看伊利尔 它最小就是伊利尔 它不能再分晓了吧 那这分晓就裂了吧 对吧 这个豆就破坏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伊利尔豆就是它的这个最基本 最小的这个组成单位相当于是 明白了吧 组成单位 那用这个来比喻说我们的这个组件的一个完整性 组件的一个完整性 那我们说Java病呢 就是Java组件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把某一种Java的这个 你看啊 在广泛的理解就是一个类 Java里面全是类嘛 是吧 那一个类呢把它叫做组件 那为什么把这个类叫做一个组件呢 那对于这个组件来说 关键在于要有什么 能够被IDE构建工具 侦测其属性和事件的能力 通常在这个加拿大当中 嗯嗯 什么叫被IDE构建工具 侦测其属性 也就是说有很多写好的一些 比如说工具 或者说这个框架 是吧 或者说统一的一些规范里面 要去访问你这个类的时候 访问这个类的时候 你要给他提供标准的一些方法 可以让他访问到 是吧 可以让他访问得到的意思 其实是吧 比如他用统一的方式去访问的时候呢 应该要能够访问到你这个类的信息 那通过哪些方面去访问你这个类的信息呢 我们继续看 一个加拿大并要具备这样的一个命名规则 比如说我们为一个名称为什么XXX的属性 通常要写GETXXX和SIDXX 是吧 GETXX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说写类的时候一定要写GETXXX跟SIDXX 是吧 这个这个存储数据的类啊 存储数据的类都是要这么来写 目的就是提供GETXXXX的方法以后 很多这个ID我们刚才说那个工具或者说构建工具啊 他会去调用你这个方法的 去通过属性 通过反射得到你这个属性 然后呢去调用你的GETXX的方法 因为他知道你一定是标准的这么写 那就把手字母变大写 然后拼上一个GET 然后就调用那个方法 是吧 就这么做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提供这个方法 那他就反问不了了 你反问不了 那反过来说就是你没有提供被他可以反问 被他侦测到可以反问的方法 那你就不符合这个家病的这个要求 明白了吧 这个意思 所以任何浏览这些方法的这个工具 都会把GET或SID后面一个字母自动转换为小写 后面的第一个字母自动转换为大写 写错了 不好意思写成大写 是不是 你看这个X变大写 这个X变大写 拼起来 那么对布尔类型来说 可以使用GateSign方法 也可以把Gate替换成Ease Ease方法也可以 第三 Bin的普通方法 不需要遵循以上的命名规则 普通方法 不过它们必须是Public的 要能够被调用 对于事件 这个我们可能接受比较少 就是在 我们的SVIN里面 在SVIN里面处理监听器 我们没有讲过SVIN 因为这块内容 确实在Java当中 已经是用的几乎为零 使用力几乎为零 SVIN基本上是不用的 就是专门做图形界面用的 所以说 有人可以问 怎么用Java来写一个 窗体软件 用写一个 这种有界面的 自己画界面的 告诉你 不要干这种事 是吧 这一般情况下 可能Java不擅长做这个事情 不擅长做这个事情 它擅长做的是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两个方向 一个安卓的开发 一个就是 要不就Java1亿的开发 是吧 当然安卓开发更多 是吧 SVIN的开发 非常比较少 OK 自己玩一玩还行 好吧 就是说你符合这些规则 那么你这个类 就可以叫做JavaB 实际上呢 我们通常写的这个 带GateSite的一些实体方法 比如说刚才我们写上这一颗写的 这个Cat 那就是一个JavaB 你就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JavaB 是吧 明白了吗 所以呢 它是有一定的含义 有一定意义 有一定意义的 用来存储数据的 这样一些信 信息类都可以叫JavaB 好吧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找到的概念 好 再往下看 基于这个JavaB 这个概念上 我们来讲解一下 内型 内型 你看我贴一个图 是吧 这是向老婆认错 是吧 向老婆认错 老婆对不起 就是你办了什么 什么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经常我们会教育 小孩子会这样教育 是吧 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是不是 这事为什么这么做 是吧 面壁 思过 对不对 对着墙壁 然后自己认真思考 是不是对了 是不是做错了 那你就是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让他回想 是吧 让他自己回想 他这件事情 哪一个地方 做得不对 是吧 就是自己 通过自己里面 再思考 再想一想的意思 那内型就是这个意思 就自我反省 就是自我反省 对吧 那么这个内型 是家耳语言中 我们说对病类的 这个属性 事件的一种叫 缺省的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例如 类A中有属性name 那我们通过 可以通过getname和setname来得到其值 或者是设置新的值 是吧 那么通过getsetname来访问name属性 这就是什么 默认的规则 是不是 默认的规则 我们经常 访问名字跟设置名字 是不是掉了这两个方法 大家都会用这两个方法 基本上没有用其他方法 当然了 除了过来方法 直接传插的方式 我们说 是这样的 OK 好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内型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加拿马中提供了一套API 用来访问某个属性的getset方法 通过这些API可以使你不需要了解这个规则 不需要了解规则 就是说 你不用直接去访问它的get跟set方法 get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API包里面 提供了一个叫bin这个包里面呢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叫做introspector 是吧 introspector 就是反射的意思 里面的一个getbininfo方法 来获取某个对象的 bininfo信息 就是这个bin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加豆是吧 加累的那个信息 然后通过bininfo 就可以来获取它的描述器 叫属性描述器 叫property descriptive collector 通过这个属性描述器可以获取某个属性对应的get和set的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反射机制来调用这些方法 这个一套东西呢 通常呢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去实现的底层实现 我们基本上自己写代码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去写 明白了吗 我们说什么是框架的东西 比如别人封装好写好了一些东西 写好那可能你现在还理解不了啊 这个框架的这个概念是吧 未来你在学习这个什么 starts hubnet 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有好处的 或者安卓它底层的框架 是吧 为什么你可以调用别的东西实现功能 那它那些东西怎么来的 它那些东西就是相当于你调用的底层的api 是不是 它写好东西给你调用 那未来你在这个 比如说你以后你上班了 你的公司里面需要这个开发一套系统 是吧 你技术比较牛逼是吧 那你作为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核心骨干人员 是吧 那你有可能呢 你就可以接收到底层代码的编写 是吧 底层功能封装 也就是你封装了很多api 然后让那些比较初级的程序员 去调用你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你写好封装好给它用 比如说你卡写了很多写文件的话 对它就一句话 它又调用你一个方法 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你后面干了好多好多事情 明白了吗 这就是写api级别的程序员 跟这个写这种上层的这个程序员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明白了吗 区别 OK 那通常情况下这些内型这个技术就是为了这个写底层的东西用的 明白了吗 写底层的东西用的 就是为了让它调用者或者说让它扩展性啊这个这个更加强啊 更加强大好吧 OK 所以说呢我们学习这个这些内型跟反射呢呃有助于我们未来去研究别人的这个底层代码的时候你可能能够看懂啊你可能能看懂知道它里面为什么这么写好吧 嗯 OK 这是啊又啰啰啰啰嗦的扯到那边去了啊 回来这里拉回来 呃那通过这一套路我们去设置的话怎么去设置呢怎么进行设置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api 第一个introspector啊这个类我们说这个类呢通过啊这个我们说嘉宾知识属性事件方法提供一个标准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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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啊 嗯我们来看我们顺便举个例子是吧 几个例子啊 这边 嗯内型是吧 那假设说我有一个为了方便啊写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呃设置的一个小框架吧好吧嗯写个小框架 假设呢为了方便我们设置这个值为了方便我们设置这个值设置这个这个这个用户啊我们写个用户类好吧 这个是吧优着这是一个用户用户呢他有这个用户的什么 名字是吗嗯跟用户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呃等级可以吗或者说他的这个钱钱数啊或者他的这个呃这个用户的类型 呃或者说他的这个这个游游戏 比如我们说这个游戏角色里面这个用户的这个呃金币数 可以吗啊金币数呃我们用什么来写啊 比如说一个硬的类型的吧我们就写成这个总数啊 嗯嗯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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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数叫做一个数量number 一个number 这个number呢就是我们写的这个 这个啊钱的那个数量好不好 嗯简单这么写 然后里面呢我们再定义一个 你就可能要为他写标准的什么 这个标准的这个 呦 我这边在点到了什么呀 点到了这个啊 呃 说法了是吧 好 再显示这些全屏 ok CtrlSafeAltS getSide的方法 getSide的方法 好 写好了以后 这边呢 我们再来一个 呃 构造方法 默认构造方法 是吧 嗯 然后呢 兔子运是吧 好 这写好了 写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希望能够用 配置的方式 每个用户刚创建的时候呢 我都给他一个默认的这个行为 是吧 默认的行为 那你只能写代码是吧 那为了方便修改呢 我们可能会给用户提供很多这样的配置文件 还记得吗 提供配置文件 我把它配置信息写在这里面 你看你之前写的话呢 就是就是这边 呃 用户的一个使用类啊 嗯 叫UserTest UserTest 如果你要去使用的话 现在你就是另一个U User对象嘛 是不是这么写 对 你这么来写的话不就是 你这个 我们说 你在使用用户的时候呢 就偶合了嘛 嗯 是吧 偶合了 那我不想偶合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有工厂设计模式 是不是 工厂设计模式 那如果呢 我就你就可能会想到 哎 我是不是写一个 这个 User的一个叫Factory啊 Factory UserFactory这个类 那么UserFactory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方法 叫做 获取这个User 是不是 创建一个User吗 那我叫做 这个叫 NewUser 是吧 你用一个User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 你可能给我 传进来一个标记 是吧 嗯 传进来一个这个这个 呃 标记信息 或者说你给个传一个名字 嗯 是吧 传一个名字 或者传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你要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很什么什么什么对象 那我这里呢 就有一个 你可以写上一个标记也好 或者说我就不需要标记也行 有标记你就写啊 没标记就算 没标记就算 我通过这个方法 我来返回这个User 你看 现在我创建User呢 我就不这么创建 我就直接用什么 User 这个Factory 哦 这个方法我必须写成静态的是吧 写成静态的 好 点 User 不就创建一个U的对象吗 现在 是不是 那完了以后在这边呢 我要怎么来写呢 那我这个名字我可以随意配置的 你不能在这写词是吗 也就是我要创建出这个User来 我需要 需要这个设置一些纸进去 那我们来看啊 通过这个这个 内型的方式啊 来怎么去设置这个字啊 呃 这里我可能需要借助一个 通常配置信息 配置信息通常都用配置文件 来去使用 未来你可以用XML文件 也可以用这个 我们叫做Property 这个文件 我叫UserProperties 还记得这个文件吧 国际化说用过了 是吧 叫属性文件 是不是 一个属性文件 那这个属性文件里面呢 可能 哎你要创建的那个对象是什么 是吧 你要创建的对象 我这个叫做Factory 我比如说就叫Factory 这是另一个User 啊 叫UserFactory 你另一个User 呃 叫做名字也行 然后呢 我就叫一个叫ClassName吧 好吧 ClassName 你可以传一个标记过来 比较User等于什么呢 等于com.wins.user 这个User 这是我的这个类名 写好 未来你要创建哪个类 你就传哪个标记 然后呢 他就我就拿了这个类的这个这个这个 全名了是不是 累的累的全名了 设置 然后呢我还有名字是吗 对不对 名字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默认值 就叫Wins 是吧 比如叫啊 不叫Wins 如果你没给自己的名取名字 那你这个名字 就叫做Coding her 好吧 然后呢你这个Numbers 你的那个金币数 默认呢 给你1000 是吧 默认给你1000 好 这是你可以任意改的 你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修改 但是呢 这些信息 我需要动态的是给它 读取出来 并且 副创建一个User对象 然后把User对象返回出去 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是吧 好 那我们这里再来用一个类啊 用一个什么什么类呢 用一个加载属性文件的一个类 嗯 之前我们用过绑定这个属性文件 是吧 现在我们再用一个另外一个叫做 就叫做Properties 这个类 就专门有这样一个工具类 专门用来读取Properties这个文件用 没有了 嗯 等于另一个 叫Proper 叫Proper OK 就这样来做 然后我在这边呢 嗯 我也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创建是吧 直接创建加载啊 加载这个类信息 那我就写一个 Standic类信息 这个静态块 可以吧 对 写个静态块 我这个呢 也写成静态的吧 就直接定义成静态的吧 好吧 然后Property 点 load 加载一个流 是吗 嗯 音区加载一个流 这个流 这个什么流呢 就是input 是区 OK 这边怎么去获取 这个文件路径啊 我们用这个方法啊 slide里面有一个叫做 现成里面 Colent 得到当前现成是吧 当前现成里面呢 我们再可以得到 这个 上下文的一个内加载器 通过这个内加载器 我们可以绑定一个资源文件 看到没有 绑定一个资源文件 并且呢 返回一个流 这句话 这句话可能大家看起来比较长啊 但是你记住就可以了啊 记住就可以了 呃 这里怎么写呢 这里必须这么写 come 我们这个写这个文件的名字啊 写这个文件的名字 你不能打点啊 必须得写上这个杠 表示文件夹 sins 下边的 哪个文件 user properties 这么写 这是你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指在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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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为什么这么写呢 这个slide column slide 表示获取当前现成 是吧 当前现成的什么 类加载器 也就是当前现成的类加载器 每一个现成都有一个类加载器 类加载器的目的是 把当前类加载到内存里面去 那既然这个类加载器能够加载 我们的这个类信息 它也能加载当前文件下的其他文件 嗯 知道吧 其他文件也能加载 所以说呢 我就利用这个类加载器 来去加载我们一个什么 资源文件 明白了吧 嗯 加载一个资源文件 就给它给加载进来了 加载进来了 好 串一下 加载进来以后 现在我这个property 就可以用了 OK 它就可以用了 就可以用的话 我怎么去获取呢 你就可以通过property 这个prop 这个方法的get property方法 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属性了 没有了 得到文件这些属性了 得到文件这些属性了 好 这是近代块的这个内容 这里是 加载 配置文件 加载配置文件 这一个步骤 是吧 嗯 OK 那我们看一下new里面怎么来写呢 我们刚才用到了 ins 叫什么 呃 呃 呃 我看一下这个类啊 类的名字叫做 呃 introspector 对吧 嗯 这个 往下眼啊 introspector 通过它 里边的一个叫做get bin info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看到没有 嗯 该的bin info方法里面传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class啊 嗯 得到一个class 返回一个bin info 是吗 得到一个叫bin in info 是吧 嗯 bin info info 得到这个方法 里边需要给一个bin的class 是吗 OK 先把class弄出来 啊 class弄出来怎么弄啊 property 里边有一个get property方法 得到这个key 什么 对不对 嗯 得到key 我这个key叫什么呀 这个key是不是叫user呀 是吧 嗯 key就叫user 你拿user 我就 你看你要哪个对象 我就给你new哪个对象 是吧 给你new哪个对象 OK 那这边呢 获取user 那就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信息 就是一个user 是吧 得到这个user对象 然后我通过这个user 这个类信息 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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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他的这个类信息吗 是不是可以啊 嗯 class 然后bincl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等于你看class class 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 嗯 user 那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那 我们就可以 我要踹一下这边 踹 对吧 哎 把这个踹信息给踹上去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得到这个bin信息 通过这个地方去实力化 去得到这个class类信息 是吧 就得到类信息 这个通过类信息呢 再去获取这个bin的信息 为什么得到bin的信息呢 bin的信息里面 他可以很方便的调用他的get sign的方法 读写的方法 没有了吧 嗯嗯 好我们呃 代码比较多一点啊 嗯 我们先写到这儿 下一节继续 嗯